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形势 对普通民众造成的巨大压力 最近有一项民调就显示出 有近半数的美国人是表示 他们的财务状态糟糕极了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一项由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 Country Financial和独立研究机构 IPSOS共同发起的民调显示 2020年度民众财务安全指数明显下跌 这项衡量标准是基于该公司 自2007年开始收集的财务安全指数记录 参与此次民调的共有1030名美国成年人 调查结果显示 部分人因为避免了日常的娱乐开销 且收入尚未受到影响 财务状况比以往更好 但是约49%的受访者表示 对目前的财务安全状态感到担忧 这部分人同时表示 在未来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加自己的储蓄 值得注意的是 调查数据表明 大流行之前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群体 目前正承受着更多的经济负担 这与体力劳动者失业息息相关 调查同时发现 美国人对经济反弹的时间和周期持不同意见 约44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相信一两年内会恢复正常水平 11%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认为经济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稳定下来 另有11%的受访者表示 经济复苏将需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 理财专家针对目前经济不安全感给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您需要将注意力放在可控因素上 比如日常的开销与结余 而不是将希望放在经济复苏的周期上 其次根据目前的收入制定预算 这对于习惯于花明天的钱的美国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但是这个老生常谈的财务策略 却被反复证明 在经济大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十分有效 第三 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应急基金 应急基金的额度至少能覆盖一个家庭 三到六个月的生活支出 第四 利用现有利率优惠 尽量还清债务或是抵押贷款 最后 理财专家提示 永远不要忽略长期财务考量 尽管在调查报告中显示 45%的美国人会优先将支出 规划给现阶段的日常消费 但长远考虑 退休后的财务安全也不容忽视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